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子博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报道都知道 我太太在2019年 即是在11个月之前 确诊患了平滑肌肉瘤 身体上也有一些癌细胞 在过去这一生西医的医疗方法之外 其实我都有给一些保健品给我太太吃 包括四小宝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很无助 都是要靠在网络上去找一些关于相关的消息 或者资料 有什么方法可以吃一些保健品 是对癌症有帮助的 接着一听到四小宝之后就找了Benson Benson就很好 第一时间就说你给你太太试吧 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太太又不可以说是很劲力 即是不停地吃 但其实都保持着有吃 最近终于有份消息 我太太最新的报告就是说 她最主要的那几个肿瘤 就有缩小的迹象 还有之前有扩散了的地方 有一些很小的癌细胞 其实都是消失了不见了 就很幸幸 即是很感恩 有一个这么好的消息 所以 除了一些主流的医治医生之外 其实都会继续吃一些保健品 因为一路继续吃都一路有好消息 希望 所以 所以我会给我太太继续吃四小宝 以下节目内容 只反映主持人及参与节目人士之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好欢迎收睇奇妙物语直播 我们今天也是 对了 有我桂泰座和欣欣在这里 Hello 也是我 今次的题目就好像跟你没有关系 很出名的一个拥有阴阳眼的历史人物 是真的有历史记载的 他是谁呢 他就叫做安倍晴明 安倍晋三的那些祖先来的 是的 安倍晋明是一个什么人来的呢 原来就是 他是一个日本平安时代 一个著名的御用的阴阳师 天皇著名御用的阴阳师 其实阴阳师 类似就是中国的阴天監职位 主要就是帮皇帝看看天象 看看风水 看看风水 法治 祭治 宅日 做法治 但是当时仍然有很多所谓叫做 山精 妖怪 在那个周围会存在的 所以说的时候 在阴阳师是很受尊重的 很受日本的皇室尊重的 多少年前 多少年前 大约就是中国的唐朝 唐朝 哇很久啊 大约是中国的唐朝 一千多年前 一千多年前 一千一百左右 我估计 安倍晋明他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第一就是他的法力很高强 而且他是一个美男士来的 出名是很不得力的 妈妈就是胡仙叫做葛叶 是胡仙 是胡仙 所以有些人就说他是人仙的混合体 就是他半仙 就是半仙 有个爱号他叫做白狐之子 即是Mixy Mixy 我不怪你这么英俊 为什么他这么特别呢 原来他自小就是有阴阳眼 自小有阴阳眼 就是同一个 我们在日本所描述的 就是形容那些鬼 晚上出来 好像游行行街 整个站经过 晚上出街 要逃出来 对 为什么跟八卫人有关系 就是说安倍晋明他很小的时候 我想他十多岁的时候 跟他师傅 他师傅是一个著名阴阳师 就是何谋忠行 有一次陪一群贵族 晚上出街的时候 突然间安倍晋明很小声地跟师傅说 师傅师傅 前面有一群有大头 有些没有手没有脚 在飘着飘着飘着 人经过 师傅听到之后 就知道什么事了 应该有些鬼怪 妖魔鬼怪有些人经过 所以整代的贵族 就停在这裏 等他们过去 就是这一幅画 就是那些山精妖怪 是的 就是这个 百鬼野行 另外还有一幅第二 这幅就代 近期一点 近期一点画出来的 封神榜那些 是的 就是因为这件事 而令到安倍一箭盛名 可以这样叫曹森 就是所有人都懂得他 因为他原来拥有一些 那么特殊的技能 因为在那个年代来说 有阴阳眼都是比较特别的 算是 就是不是那么多人 会有这样的能力 还有那时候那些人就 见到就见到 见不到就见不到 不要老了 是的 还有可能见到很害怕 都不敢说出来 是的 刚巧他这么特殊的身份 就是他一个学徒 他跟着一个阴阳师 所以他敢跟师傅说这件事 是的 那我们看看安倍有多英俊 安倍一 我们看看阿富 是的 喂 你很英俊 这个是阴阳师 那个游戏 那个来的 是的 安倍二 真的有这个人吗 原来我有玩过这个游戏 安倍是他 就是安倍晴明 哦 清明 他女朋友就是 哪个 哪个 这个比较早期一点 见到他拿着一个符 哦 这个真的是他 是的 他很出名就是 他用色神 色神就是 他跟一些妖魔 甚至妖精 做了一些契约 签了契约 然后他召唤他出来 去帮他做一些法事 或者跟妖魔鬼家 去对抗的时候 去帮他手 他很出名 有十二个色神 十二个色神 那是哪十二个呢 那就是 青龙 朱雀 袁武 白虎 天后 我们有一幅图是有十二色神的 可以放给大家看一下 是的 就是这十二个 当然现在这些 已经游戏化了 是的 还有天后 太阴 太常 溝震 藤蛇 天空 天一 六合 就是这十二个色神 只有安倍可以做到这个 十二个不是很多 那他女朋友是八百比丘 我都Cosplay过 是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五安星 五安星就是安倍发明的 有五安星的幅图 是的 打机看到 打个星星下去 就可以招到色神了 那这个星是 怎样来的呢 其实就是 金水木火土的五行 在每一个角 而他们所谓的 雙生雙黑 就是用这五个星去 将它连结了 就是将那个五行连结了 还有就是 你看到这个五星图 一个特别就是 你可以一笔画的 一笔画的 一笔画的意思就是 我们由头到尾 就可以把它close 好像一个结界那样 把那些妖精 鬼怪那些 它就在五安星的外面 将它排走了 而这个结界里面 就是安全的 是的 站在中间是安全的 安全 甚至可以站在中间的位置 用一些法力去对付 附近的妖魔鬼怪那样 是的 所以呢 其实除了五安星之外 也都有人 叫这个 叫做安倍晴明的吉锦印 是的 我们有图去看看 是的 安倍晴明的吉锦印 就是那个五安星来的 是的 还有我们可以看看安倍晴明的 有晴明的吉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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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供奉它 很重要的 哎 不止一个 我以为打电话出来 原来真的有这个人 真的要去一下 那我们看第二幅图 有它的石像 哦 看到有个御晨灯 御晨灯那里有个五安星 是的 黑白是 所以不是假的 是真的 很有名的 原来真的是有这个人存在 還要按一下圖 還有一個很特別是 安倍晴明 很特別是他40歲的時候才出名 都很年輕而已 他40歲才跟天王做他的陰陽師 所以他中間有一段時間 很多人就知道他跟師傅修行 但有一段時間是沒有他的記載 為什麼呢 聖傳說那十年他去了中國 因為他去了中國拿回 他把中國的先術帶回日本 所以這個都很特別 很多時候你看看日本的文化歷史 甚至五行的陰陽學說 都是來自中國 以前日本都是學中國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學中國的東西 關於安倍晴明的資料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再去看他的資料 打他幾個字 更加會了解他是一個什麼人 沒錯 今天要講什麼特別 今天那個特別是英靈和古曼彤 英靈我沒什麼經驗 我沒試過有過又沒試過下過 其實這個特別我曾經在電台也有講過 不會說很深入 但是當時我做了很多資料 收集關於英靈 是一些沒有錢超渡英靈 然後就拿一些 不知道為什麼拿一些英靈的遺體 就給一些老婆出家人 還有一些阿澤去幫他修煉 大致上的意思 古曼彤和養鬼仔有什麼分別呢 古曼彤是正的 鬼仔是邪的 大致上是這樣 不要緊 下一節我們就專講一下 什麼是古曼彤和什麼是養鬼仔 我們這一節先講一下什麼是英靈 什麼是英靈呢 其實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最早反而就是在台灣 是全英靈這件事盛行的 最早就是在七十年代那時候 就有一幫所謂叫做 道教的人 是道教的那些 還有他們很聽過一些廟 什麼功啊什麼功那些 他們的功裡面就有個叫做公主 很多時候會幫人通靈去做一些法事 但是我記得道教就沒有英靈 以前是沒有送英靈 沒有的 那些超渡的那些 道教和佛教都沒有這件事 是嗎 為什麼會興起呢 是的 這個追溯一些歷史 原來就是在台灣七十年代 開始流行這件事 就是有某幾個所謂的廟公 我們叫做公主那些 就說那些父母因為他們墮胎 就殺了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因為太小了 他不懂得去往生 有的故事可以講 好 還有他就說因為他們太小了 不懂得去投胎 他們會來一些不好的運程 可能走衰運 破財 甚至乎會有病 而這班所謂的公主 就說建議他們要做一些法事 去超渡這些 腰節 甚至乎墮胎 死了的英靈 所以一件事就很流行去做這些法事 不一定是墮胎的 也有意外的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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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就是要經過一些宗教移生去超渡 幫他們去 所謂的英靈這個 是 我看外國的宗教都沒有說有英靈 我們知道會有中陰生 鬼 會有這些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水陸佛的善信 一起去念經去中佛 去迴向這些眾生 我們叫做敗策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 他們是用一些水陸法事或者一些法會 去超渡所有的眾生 不單是英靈 其實所有 甚至乎你往生的先人 都可以去超渡他們 會透過這些方法 去幫他們去轉世投胎 所以其實 甚至乎在台灣 譬如海濤法師 譬如海濤法師 一些比較出名的法師 他們都不提倡英靈這個說法 甚至乎他們覺得 就算真的有英靈 你可以唸這個地藏菩薩本願經 就可以去超渡他們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些英靈就長不大 有些英靈就會跟媽媽 爸爸一起生活 就變成長大的 因為我聽回來 有些人就會大大一下 說我現在要結婚了 然後就說你要照顧你 就是會跟那些弟妹說 我走了 你要照顧你爸爸媽媽 又有些就報夢給爸爸媽媽 說我要結婚了 你要去找哪個哪個家庭 然後她真的找了之後 就是有另外一個家庭 就是有一個嬰兒 就是不小心或者去當胎 或者是自己不小心腰折了 然後又 然後又 就算是冥婚的 我印象中我記得 就是那個時候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荷蘭還是瑞典的一個男生 就是去台灣旅行 她一次就是去台灣旅行 看到地下有一個紅色的黎士風 她又不知道 我以後都不要撿黎士風了 你這樣說 對 她又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她就撿起了她 因為她以為那些人跌了錢 她撿起了紅色 然後突然間 一群人衝了出來 圍著她 一人一句 因為她是外國人 她不懂得聽 是不是一些騙案來的 又要跟她的女兒結婚 對 是怎樣呢 其實台灣很流行 她懂得說英文的嗎 不懂 所以其實是啤啤啤啤 不然是靠有個翻譯告訴她 原來她這麼幸運 那個黎士風裡面 就裝了一些事主的遺物 就是過世的女事主 那個女事主也說 就是回來報夢給她 就說誰撿到呢 那個就是她的老公嗎 對 這樣也可以 我經常都撿 丟一些黎士出去 給人撿一下 你不要打招呼 OK 真人真事發生過的 在台灣 為什麼跟台灣有關呢 難道台灣真的叫鬼島 台灣是比較迷信的 你發現她們有很多宮廟 很多宮廟 她會風露品神 是啊 還有你留意一下 一套台灣 一套出名HPO給錢拍的電視劇 叫《通靈少女》 是透過她的身體 去跟那些善信溝通的 不是鬼搶身 是神靈上身 然後跟那些善信溝通 幫她們解決問題 這套電視劇 是很收得的 是在台灣那裡 甚至乎蔡英文總統 都叫那些觀眾去看這套電視劇 叫什麼名字 《通靈少女》 《通靈少女》 你們這陣子這麼有空在家裡 真的要去看 是啊 我很建議大家看 因為我也有看過 《通靈少女》 我也有看過 我覺得也挺像你 是嗎 我不是笑 因為她小時候有陰陽眼 看到靈體 然後被她舅舅發現了她這個才能 是嗎 沒有人發現我的才能 就帶她去福德宮 做了這個公主 去幫那些善信解答問題 就是因為 因為肺炎 不是 現在真的不可以叫人上來 是 因為試過 我邀請過女性朋友去我家裡 然後玩了一陣子 聊聊天 喝一下東西 她就走了 然後我又睡覺了 睡著睡著 不知道為什麼 紮醒了 紮醒了 因為我遙遠 看到有個大眼 我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我感覺到她應該是女生 即是兩三歲 看看幾歲 我想都有四五歲了 因為我覺得她的樣子 好像我的朋友 她也是大大眼 整身濕透 看著我 然後我說 整身濕透 看著你 整個身濕透 好像洗完澡 整頭濕透 衣服又濕透 但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看著我 想跟我說話 但又說不到 不知道想說什麼 然後我說 什麼事 為什麼這麼晚 又睡著睡著 有個BB在那裡 然後我第二天 我想著想著 我第二天就說 是不是我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 她的BB 跟她差不多 我說 其實幾年前 有沒有下過BB 她說 有 我說她昨天找我 但我不知道她什麼事 找我 但她有沒有說 她什麼原因下過BB 沒有說到 她說 因為 不想要 經濟問題 養不到 她是自己下 還是她做手術 做手術下的 自己下不了 是 因為 剛才說到 她全身濕透 其實我有一點點疑惑 對 我就說 為什麼會全身濕透 通常全身濕透 那些 我們不是普通的鬼 應該是水鬼 但是她是她的 但她是她的 感覺到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究竟她出生後 她 我懷疑她是下完 然後醫生 衝到廁所 會不會 我就在想 應該是 這麼大 這麼不負責任 樂園BB 通常 那些人 沖到廁所 大陸是沖到廁所 如果她在大陸做手術的話 應該是 因為通常全身濕透是水鬼 水鬼那個 我們所謂的怨念 和那個 強一點的 是 而且你特別留意一下 如果她出現過之後 通常你家的地上 會有一塊水積 可能經常都會擦不走 經常某個地方會濕透 通常那些就是水鬼 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 那廁所是真的 一個禮拜 然後我跟朋友說 你真的快點搞 你不要搞我 為什麼她經常都在家 以後我真的很少 叫朋友去家 因為這麼多種鬼怪 水鬼的念力和怨力 是最強的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 水鬼星成王 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是特別強的 特別厲害的 所以就要很小心去處理 因為在我之前 曾經都接觸過一些case 就是水鬼去騷擾市主 都要搞很久才擺平的 不簡單的 所以要留意 另外有一些 真人真事 我們有一張相片看看 鷹靈1 我們先從1開始看 好 鷹靈1 墮胎之後 鷹靈1 畫出來的 鷹靈2 看看那張 這個呢 咦 我這個呢 又有個鬼鬼 即是 鷹靈故事 也是關於我朋友 也是跟著他的 是的 還有你有沒有留意 鷹靈在哪裡 在背部 在背部 在他的肩膀 這個呢 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先賣個關子 我們先設置一陣 回來 我也有一個故事 是關於鷹靈的 跟這幅圖 真的很相似 好 我們先設置一陣 植物提取物 必須要兇討服用 補健食法 是每天兩粒 進階食法 是每天八粒 健康四小補 可以令環症細胞自滅 阻止擴散 抑制環症基因活化 和預防病變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服